第四线在顶部是见顶的信号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我回答了 个股会不会故意走成片韭菜 这个也说了 K线和K线的组合可以讲和不讲 就是K线只是为了让你去理解 后边的组合 就那个结构和 那个那个趋势的 我觉得你不应该用它来做 你真正的交易 对 禅论对于举行的那个分析很全面 我觉得空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要去把这件事做了 是不是能够简化出一些 比较简单的思路来 波浪适合分识图吗 适合 分识图不太直观 为啥不是789 789是啥 而是APC 它就是这么规定的 方向上出五浪为趋势 出三浪为回扯 如果是下五上三 那么这都是下跌趋势 在博弈中产生趋势 在一致中趋势反转 这不就是很典型的吗 大家互道傻叉的时候 是上涨最快的时候 用趋势来判断 用均线来判断趋势 实际上挺难的 你不如用高低点来判断 趋势更多 这个维度的思维 实际上是我那天在很偶然的这个思路上 就是很偶然的抖音上 我刷了三个视频 他讲了12个维度 然后我用12个维度对照的是佛经的12维度 然后我把释迦摩尼的整个的12个维度全部拆了一遍 然后我拆到头了 并且在那个12个维度 就包括他从第七个维度 第七个维度就已经是平行宇宙了吗 然后从平行宇宙再往后延伸是宇宙的那个就是维度 然后发现实际上佛经往后的所有的维度 最终都是到宇宙的边缘 或者说到宇宙的中心的 实际上就是假设把这个宇宙放在内心的话 就是释迦摩尼讲的 就是西方的极乐世界的最终的那个样子 就是波罗你的特点很明显 就是你始终在趋势的思路里 或者说你对于趋势的理解应该也不正确 所以你在三维的基础里就不对 所以你很难冲出三维的这个思路往四维上去跳跃 也就是说我怎么去预测趋势的发生和反转 所以你要重新 这个是我上次看到的时候 我说你重新去把趋势对照着刚才的这种就是 它怎么发生图形的模型是什么样子 在现实的例子中 这种趋势的发生和你的模型到底差多少 然后你才能真正的掌握趋势这个东西 你才能说我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趋势 怎么去把那一块补上 也就是说这里要有很对过往有很深的理解 然后清晰的 就清晰的活在当下 才能说我对于未来的趋势进行进行补缺 非波纳器的这个东西的转折对于指数可能会有用 可能对于周线级的会有用 但是对于日线或者说 对于个股实际上这个周期性很差 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扰动因素太多了 并且存在像涨停板跌停板这种制度都会干扰的 越听越想听 我实际上后边还有好多东西 等着你来线下吧 用周期的放大镜 周期不在三维世界 周期在四维世界里 艺术的尽头是宗教 差不多 实际上这是整体的周期的思路 温室图上的走势切入适用 适用就是把均线换成分时图的均线就行了 刚才的短均线用的是哪一个 我一般用240片 格兰臂的均线是哪两根适用 我一般是60到240 这两根可以挑 一个慢的一个进一个快的 顿化问题怎么解决 没法解决 顿化的问题这种就是只能纠错 就是在高位的时候 它开始顿化 这里是平单子 但是不是开空的位置 就是我当我看到 KD开始在顶上顿化 开始出现背离 这种时候一定是你逢高降仓位 就是砍单子的位置 绝对不是你空的位置 因为这是多头的力量 在不断衰减的过程 但是这未必是空头力量生成的时候 如果你是站 你做空 肯定是在 就是站空方这一边 现在只是多头力量在消散 不代表空头的力量就开始延展 所以你会表态过早 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假设它超跌一直在20以下 股价也在下跌中 不断的 就股价也在不断的下跌 这种是怎么判断反转 在这里用收敛突破的思路来判断反转 不能用KD或者用指标来判断反转 一定要放到K线的结构上 然后当这个K线一定出来一个右侧的 就是收敛突破的时候 我才认为这里是反转 或者矩形的反转 如果不出这些结构 你这里都不能延反转 只能当反弹座 你真的只能交易有就是计划我的计划 交易我的计划 因为你一旦超越你的计划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对未来的看的那一眼都是错的 这就是很深层次的解释 为什么我们就是一旦知情不合一 一旦说我胡乱搞就很容易亏钱 亏在哪 就亏在你看你现在交易的那个不是你在昨天看到的未来 而是你在当下看到的当下 所以你容易亏钱 没有回方 你只能听 禅论有推荐的书吗 我还没有看 我没法推荐这个 等到我看吧 趋势线怎么画 你就看划线办法的那个部分吧 趋势线不重要 在我们的交易比例 趋势线只能起到一定的指示作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交易方法里边 而不是把趋势线作为我的交易标准 比如说一定要突破我画的那根线 我才会买 这个时候对于趋势线的要求很严格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判断是否要买的时候用的是小周期放量 所以可以不用在意这个趋势线到底画的怎么样 如果4个小时下跌 但30分钟是上涨的 5分钟也是上涨的 这种大小周期不一致 怎么操作才好 第一这种位置上你要怎么做 如果说我是逢高空的话 那你一定是要等到5分钟的高点上空 30分钟上是在半路上 这种时候空是会比较舒服的 你可以用KD的这种就是周期来去看 就40分钟就4个小时是下跌的时候 你的KD这实际上是从80往下走 然后30分钟上涨 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是30分钟的KD从20再往上涨 5分钟的KD也在5分钟往上涨 你应该看他你应该看到你的指标是这样的特征 然后你就往后观察 你会看到5分钟先见顶 30分钟上的时候开始走到半路上 然后4个小时的KD再接着往下 就是在中间拐头 然后5分钟见顶开始回落 30分钟的时候开始在半山 在20到40之间 然后开始交叉回落 然后再重新走下一次的下跌 这个就是小周期带动大周期反弹 但是大周期的 更大周期的下降压制你的小周期反弹的高度 震荡行情不能高卖低买是为啥 是因为你很难测量它的高低在哪里 你说我扛单 因为你这种时候你对于高低点只能扛单来处理 那这种时候你都会把它扛炸了的 比如说我在观察到一个举行 前边我认为这个举行已经已经形成了 你这个时候你假设了你的举行是会延续 所以你再去买它的低点等它的高点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里的举行会继续延续呢 你是不是往未来看了一眼 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往后延续 你应该怎么确认它延续 如果你能确认 OK 比如说处理举行的这个方法 现在我看到用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是有一本书叫做和气战法 里边对于举行的处理方式 特别是下降下来的第一下的举行的处理 那个方法是最舒服的 你可以看一看 机制中的翻转交易会超过不灵规则 可否一分钟顾比倒数 可以 你可以用这个思路 震荡行情等突破 或者说突破在这种时候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它简单 如果你是要做举行的这种图 对你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第一你要去判断这里 因为你做逢高逢高逢低买逢高卖的时候 你的前提假设不就是个震荡吗 那你怎么认为这个震荡在未来也会发生 你是不得去未来确认这个震荡在当下是会延续的 这一步最难 你可以用这种 这不相当于你在五维里看了一眼 在四维里在三维里去操作吗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去 思考一下 就是我的交易动作 为什么会亏钱 这种时候 我觉得会更好解释一下 大家还有问题吗 感谢观看